搞机了 搞小工 搞小手 搞摔剃 搞美皮 搞机实验报告全都有 真有吗 应该有 搞机实验报告 是你的欲望在扩散 关注上这下载 怀烈的泡沫在消失 爆开 哈喽 亲爱的各位朋友 这里是搞机实验报告 我是VVV方 我是西掌柜 太阳太阳 像一把锦锁 月亮月亮 像一把银锁 交给你 交给我 今天我们就是要 交给大家一些些的东西 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哦 是的 今天我们请来了 一个很厉害的人哦 美少女西掌柜 松花武器西掌柜 那张尼玛吧 张尼玛 她已经把自己给训到医院去了 你说张尼玛怎么又又请假了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他是割包皮去的吗 医生会不会手里哆嗦 手挤刀落了呢 有可能 哦那张尼玛她找到自我了 她上一次醒假 我估计是不是那一次 然后手挤刀落 把她不小心割掉了 这一次是去接去了 应该成功不了吧 可能 好可怜 好可怜 她要变大总管了 她是家里面 这一次是谁去世了 她爷爷 好悲伤 我们用悲伤的语气 要不然她听了节目之后 会骂我们呢 可能会打死你 张尼玛请假了 我们好难过 她爷爷去世了 上一次是她老爷 我们也不知道 下一次会是谁 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也不清楚 她是不是就是节目里面 她讲的那一个同学 过几天又是她什么 远房的舅舅去世了 又是远房的舅舅的表弟去世了 远房的舅舅的大表哥去世了 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请假 总有一天你会被老板发现的 我告诉你 赶紧回头试案 是的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诚心做人 是的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今天呢 我们要教给大家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教大家如何 泡男人 泡男人 对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 泡男人的高手 那就是C掌柜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她的前男友竟然是 古天乐耶 是哦 就是古天乐哟 你能跟大家讲讲 你当初怎么跟古天乐 那色的吗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伸手不见五指 我就在路上走啊 然后我没有带伞哦 这时候我就好焦虑 好彷徨的呢 可是突然哦 有一把雨伞哦 为我遮挡在了 把我的雨点都给挡住了呢 我当时就觉得好温暖 然后我就顺着那个光 回头一看 哇 这个男人 好帅哦 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黑 他还很白 就是一个白面小生啊 然后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呢 然后我就想啊 大家应该都喜欢 比较柔弱的女生吧 然后我就顺势 晕倒在他怀里了呢 他是不是被压趴下 没有 他当时还说 姑娘 你如此瘦弱吗 不是 你这像颜古装姐 哎 这位小娘子 官人 官人 你是下山来报恩的吗 你还记得 大明湖畔的白素贞吗 不是 你身边不是 应该有一个 身穿轻衣的姑娘吗 张妮玛 张妮玛不在 小青割包脾气 是的 所以只剩下白娘子一个人了 好吧 我们颜归正传 今天呢 我们就是 要用这个 已经追到过男神的女人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来泡男神 这个节目呢 不管是机有管用 我觉得女生 也是可以来听一听的 没有追不到的男神 只有不努力的妹子 鸽子和弟子哦 鸽子是什么啊 鸽子就是 咕咕 铁上飞的吗 鸽子就是哥哥嘛 这个 你好土啊 这个妹子要对 要对 你太土了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鸽子哦 成功的话 你可以如愿地收获一个男朋友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你可以收获一个好的机友 所以说 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不对 对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你就要想啊 如果你努力 你一定会追到男神 如果追不到 他肯定是好机友 对我们看第一种方法 这是希腊人信仰已久的夺心妙法 先去到一个看到满天星斗的地方 然后用手指划一个线 将星星连成喜欢的人的名字 哇塞 我现在脑海中啊浮现出了F4 那个MV啊 一起来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他们就一直用手画呀画的 嗯 就可能那样子就把女神给画来了 第二种方法 这是玛雅人的远古魔法 你要集中精神 凝视你爱的那个人 努力控制他的思想 让他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哎 那其实跟咱们这个少数民族 有一些下骨 是不是同样的 类似清朝 很多的娘娘都是这样 对付其他娘娘的 好很多啊 还好我们不是宫里的女人 我们再看第三种方法 这是苏格兰人的表白方法 哦 把能代表自己心意的东西送给他 不能让他知道送的人是谁 目的是让他察觉 现在已经有人在喜欢着他了 是送给他苏格兰打卤面吗 是 可能会有点咸 多喝水哦 不要只吃卤子 不吃面哦 是的 刚才是第一 一二三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种方法 对的 第七种 第四 吉普赛人的方法 要让爱情成为动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 要更漂亮 更帅气 每个方面呢 都要变得更好 那个人呢 就一定会自己回头来看你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你要怎样怎样 然后你就会吸引那样的磁场 你就会变成怎样怎样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 怎么过了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之后 直接是第七种呢 这是为什么呢 对 那第四 第五 第六种 跑哪里去了呢 你不小心三了吗 不是的 因为初恋这件小事当中 那个女的 她最 玛瑞奥的时候 只说了第一 第二 第三和第七种 没有说第四 第五 第六种 这是编剧的问题吗 对 还是剪辑 后期没有做好嘞 但是 她在电影里面 说了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 就是第七种吗 最后一种是第九种 第九种啊 我以为第八种来的 如果 要为爱努力 就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你爱的人 会自己找上你的 其实没有不合适的两个人 只是看你是否有一方 愿意去改变你自己 机友们 一旦认准了 就不要轻易地放弃 哪怕很辛苦 只要你坚持下去 那么她一定会 为你的努力 所打动的 那你有没有做过 什么努力呢 我努力今天断食了 断食 你是要自杀吗 因为昨天我无意间看到 在搞机实验报告的帖子里面 看到了一个断食的一个方法 说只要你断食了 就可以让你自己更加的瘦 排除素变 排除你血液里面的淤血 那个 就是垃圾血 然后呢 可以让你的皮肤 变得更加的白皙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断食 可是断食好残忍啊 你确定你的粉丝群里没有混入敌人吗 他是不是想整死你 也有可能哦 你有遗产吗 你买保险了吗 收银人写我吧 好像没有保险 快买啊 先生你买保险吗 其实我开奖了一个副业哟 我想到了 想到了昨天我看到了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段子 这真的感人吗 不是跟我闹 真的非常非常感人 就是一对谈过七年的朋友 他们分手了 然后在三年的大街上 他们忽然间偶遇了 这个男的都说 他说 我其实一直还是非常的爱你 在这三年当中 没有谈过任何一个女朋友 其中我有做过努力 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 接受除你之外的任何一个女生 你现在还好吗 这个女生说 嗯我还好啊 我现在也没有结婚 这个男的说 啊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这个女的就跟他说 那明天晚上 在我们初恋认识的那个地方等我 然后那天晚上 这个男的就去找他了 两个人就见面了 然后这个男的就对他 深情款款的表白 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 这四年当中我一直在等你 嗯 然后这个女的说 哦是吗 嗯 你知道安利吗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她已经变成了传详了 我没有代言安利 我是买保险 你买保险吗 哈哈哈哈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言归正传了 好的 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正儿八经的去追你的男粉 正儿八经哦 首先我觉得认识的话一定就是你们两个要要来这个联系方式 你们要来联系方式怎么样来认识呢 我觉得我们要设定一个场景 假设这样啊 你正在上卫生间 然后出来呢 你就发现一个心仪的女生 你会怎么跟她搭讪呢 但是你不认识她哦 嗯 我忘带手指了 你能帮我送一下吧 哈哈哈哈 这个样子你肯定不会成功的 嗯 或者是 哎 你看这个马桶冲不下去大便 你看我这大便在上面飘着 你能不能帮我 把它捅下去 哇 你的大便排成了一个三角形哎 对哦 哎 我们这样就认识了 嗯 那如果是通过这样子方式认识的女生 你有没有觉得她女神形象就坏面了呢 可是我要认识男神呢 哦 男神 不好意思哦 哦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误会了 我还想呢 你怎么能隔着一个卫生间让她看到男 男卫生间的事情 忘了忘了忘了 不好意思啊 对哦 如果我呢 我就问她 你吃了吗 可是 你要怎么问 你在这边拉着大便 然后隔着对面的男生 哎 男卫生间里面那个男人 你吃饭了吗 然后她如果说 我刚才吃过了 但是现在已经拉出来了 不如我们再去吃一顿啊 或者是如果她没吃 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吃饭了哟 嗯 可是 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个经常会去那个自助餐里面 会拉大便的女人 哈哈 好了好了 这咕噜掐了步驳 终于被人揭穿了 你跟古天乐认死的时候 开场白是什么 开场白就是 先生 你能送我回家吗 这种女人 千万不能要 认死第一天就把他 把别人带到家里面 那 先生 我能送你回家吗 这种女人更不能要 她就是想 黏上你 想沾上你 霸占你的财产 霸占你的床 那怎么办哦 我是注定追不上了吗 一定要慢慢的来啊 要对方的QQ号码 MSN号码 微信号码 还有微博号码 默默号码是吗 对 默默号码 杰克地号码 杰克地是什么啊 就是同字交友的 哦 还是你更是专业一些 对啊 这些知识 你有还要经常给我普及一下的 这样我们交流起来 才更顺畅 开头第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能够 挑起男神的兴趣哦 一定不要发 嘿 你在吗 哎 你是 你发这些话 就说明你是弱智 你分明看到QQ在线 你还发你在吗 有病啊 那或者他正在忙呢 那你就问他 你再忙吗 就好了呀 哦 这个样子啊 对 一定要最简单的 一句开掌牌来开始 如果男神叫做古天乐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发的某一个字 乐 对 或者顾 小小乐乐 或者小鼓鼓 小鼓鼓 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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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别了 16年终于又见面了 鼓鼓 然后呢 他可能 肯定会问你 Who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时候 你一定要说出来 自己的名字 I'm Mary 你好 我叫凑角西 我是来自台北的Mary 请问这位 来自Mary的台北 你 长得好看吗 这一N我就知道不好看 那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不是的 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 万一你喜欢小萝莉 可是人家是成熟的郁姐范 我喜欢Viva那一款的 Viva 它长得跟范冰冰一模一样呢 对呀 昨天还有人过留言 说我长得像王力宏 我都纳了面了 我怎么能长得像王力宏呢 我其实分明长得像 幻 你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Viva 有多么的臭不要脸哦 那天啊 我要换一个 我电脑的壁纸哦 他就说 那你用我的照片哦 然后我真的就很认真的 去找他的照片 结果呢 他给我发过来一张 你用这个咯 我一看 那赫然是范冰冰啊 范冰 当初整容的时候 就照着我的膜子走着 那你现在留长发 会不会很消关 我轻易不敢留长发 要不然交通会堵塞的 你怕张尼玛爱上你吗 他已经爱上过了 那他现在是不是去聊情商 要不然怎么会去割包皮呢 那他就不只是割那个那么简单了 对 应该要彻底一点 对 祝你们幸福哦 他要再轮个胸 所以他现在的梦想就是要去泰国 他不会去泰国了吧 有可能 那天我看他偷偷摸摸的在看什么泰国的什么 而且张尼玛竟然买了一个灌肠器 特别酷炫呢 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他买了一个用来灌肠的一个东西要做什么 他还给我们解释说 这个东西多么多么的好用 用到最后会拉出黑色的把吧 他用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一定要监督他 我们去现场直播 你去啊 我在外面等你 没事 这个你跟着 我们要买个超厚的口角 估计会特别臭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讲 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跟他大概的去聊天了 接下来的就是 你们要见面了对不对 对的 见面的时候 你们要找一些话题对不对 没错 要聊什么呢 你们当初见面的时候聊什么 我首先是聊他肌肉啊 聊他身材好好好性感的 宫儿勾三腹肌胸肌都有嘞 可是你这一聊 他就知道你这是性暗事啊 没有啊 我纯粹的赞扬他啊 没有啊 你怎么会能隔着他的衣服 看到他的肌肉呢 就明显你们当初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们就做了非法的勾当 那我应该夸什么 这种女人 我一定要强烈地谴责你 我知道我知道了 我重说啊 今天天气好好啊 今天的大地也蛮好 鸟语花香 白鸟增鸣 不如我们来银首诗 这种诗的名字叫什么呢 大海 你的名字 好无趣啊 我说顾天乐为什么跟你分手 为什么变成了前任 跟这样一个无聊的女人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我是多么的出人意料 你以为我要跟你聊这个 我却偏偏跟你聊辣一果 没有 你一定要跟他聊 你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 我知道你最爱吃的是黄瓜 水果耶 那是蔬菜哦 那你最爱吃的黄瓜是什么 我不喜欢吃黄瓜 你爱用黄瓜 我爱给你买张你用 我爱给张尼玛 你买过来都送给了张尼玛 那我以后直接给张尼玛 我告诉你 他喜欢多长都出的 好的 你悄悄告诉我 给我写个尺寸哦 看什么size比较合适 对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要摸清 男神的喜好和他的各种癖好 比如他喜欢就是穿钉子裤啊 或者不喜欢穿内裤啊 不穿不好吧 为什么不好呢 不穿的话 多性感啊 走路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他 小川儿轻轻 会冷的 会冷的 你怕他鸡鸡会着凉吗 我怕他会着凉啊 你真真体贴 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庶女来的 嗯 当初古天乐有着凉过吗 应该没有吧 不过呢 我倒是知道 我当时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白面小神 后来就变喇摩黑了 那当初是你跟他表白 还是他跟你表白的呢 当然是我们水到渠成啊 一交换眼神我们就都懂了 嗯 当初那个眼神怎么交换的 就这个样子 你的眼神怎么不好 我眼神特别好 炯炯有神 目光如炯还会放电哦 电眼就是说的我哟 嗯 对 就是电剧的那个眼 电眼哦 我就用我的电眼 那么一瞪他 然后他的魂魄 就被我给勾来了呢 然后他就升天了 没有 他就深深地爱上我了 把你给吓坏了 他当时候特别离不开我 就一秒钟不见我 哎呦 就是那哦 哎呦 就想着不行了呢 嗯 一秒钟不见你 我就发胖了 因为 见着你 我才能吃不下饭 不会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身材越来越好了吗 那都是饿出来的 那是肌肉呀 对呀 肌肉要饿呀 肌肉是要练的 嗯 哦 你意思是见着你 那就再练 哈哈 对 哎呀你好黄哦 我都聊不下去了 肌肉哎你这个人真好色情 他经常会去的某一个地方 没错 经常会去吃的某一个饭店啊 路过的某一个路口啊 爱打球的那个球场啊 嗯 投其所好 这样是错不了的 对 然后他会觉得 哎 是不是上天故意安排在我们 在这个时间见面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命运 让我们相遇 自从有了你 顾天乐再也红不了了 他现在越来越红了 他已经花黑了 没有 他特别红 我可喜欢他了 特别有男人味哦 而且他的脸啊 真的好英俊好英俊的 嗯 所以我们通过刚才介绍的那么多呢 你们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了朋友 好朋友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进行一点点的小技巧了 嗯 什么技巧呢 给他发短信 发短信 现在不多流行微信吗 对 发微信 一天给他发 一定要控制这个数量 发10到15条左右 如果发多了会爆炸吗 不是发多了 他会觉得你在粘他 他有时候可能会讨厌 那万一他是一个控制力特别强的男生 不就喜欢那个样子 可是你们现在只是好朋友啊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那么 他是男神呢 你是一个普通的长得像西掌柜这么丑的女生 那万一他也不理我 我也不怎么联系他 不就越来越淡了 没有啊 你就一天控制在十多条左右 今天天气挺好的 嗯 不要穿太多 也不要什么太热 今天要回去打球吗 记得多喝水哦 或者说你今天要吃饭吗 告诉你最近心流感很严重 千万不要吃鸡肉啊 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去哪哪哪吗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什么男生的什么产品在打折哦 好体贴啊 就生活小助手啊 对啊 然后这时每天十条每天十条 一定要坚持 坚持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坚持到第十一天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策略就来了 什么 就不理他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哎 我平常到这个点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可爱的小男生或者小女生 会告诉我 今天要怎么怎么样 告诉我天气预报啊 告诉我今天吃什么呀 就是今天忽然间没有人告诉我了 我出门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不习惯 我会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会去看手机 等啊等啊等 会有点焦虑 就空虚寂寞冷呗 对 你说这男生和女生也是贱啊 对你好的时候你不理 走了之后知道珍惜了吧 早干什么去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一般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他主动会告诉你 你生病了吗 为什么今天没有理我 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他就无视这样过去 他觉得这样更好 那就真的没戏了 对 遇见这样的情况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这个男生明天对你是 一点都不感冒 就回家吃饭吧 对 所以 如果要是 他主动的去 关心你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 他开始有一点点的 在乎你了 上功了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 投其所好 慢慢的走入到 他的生活当中去了 走入他的生活当中去呢 有一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接触 他身边的朋友 和他身边的朋友 打成一片 对 结成联盟 这样非常关键 当初你和 古天乐 他身边的哪个朋友 吴彦祖啊 我跟阿祖 其实也是很熟的 但是 他真的是喜欢SM吗 阿祖啊 好像是呢 你们有SM过 那倒没有 但是呢 我是觉得他这个人 很遗憾对不对 倒也没有 我是一个专心的 专一的人 我就喜欢小姑姑 我就喜欢小姑姑 但是我就想发动 他周围的朋友啊 帮我呀 不然你说娱乐圈 哪不都美女 他才把我给忘记了 怎么办呢 对啊 不会忘记你的 娱乐圈 哪不都的美女 你这么丑的 丑一眼 绝对是浑身发抖 那我也能走出一片天呀 我能做他生命中 很特别的一个女人哦 对 你这个女人 的确是很特别 太透了 特别洋气哦 对 我觉得 下面这个就是说你了 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女人 相貌很丑 这一个 肯定会让你自己 没有自信 对不对 其实很多的男人 也是这样子啊 前两天还有一个 男生告诉我说 他说 他跟他的男神 在一起了 那个男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但是两个人 睡在一起了 就他故意把这个 男神给灌醉 然后 就把那个男神 扒光了之后 夜里面有摸的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小直友就说 他特别的渴望他的身体 然后早上的时候呢 他想帮这个男人 然后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 这个男的 的确也是有反应的 然后 但是呢 就一直给他 就是 KJ啊 KJ是什么 就是口交了 就是给他口了半天之后呢 这个男的忽然就把他给推开了 然后但是呢 现在两个人就处于很尴尬的一种局面 然后他跟这个男生就说了 我喜欢你 但是这个男的没有拒绝他 也没有答应他 那就是先保持暧昧关系咯 对 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是对他有感觉的 应该是有一点 不然的话肯定就拒绝了 再也不联心了 对 有发展下去的可能性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地往下面聊 就是你们这个见面了 一点一点地在发展 那个发展到最后该怎么办了呢 就是说 一定 一定要 不能让对方觉得你在死缠烂打 人家不都说死客吗 死缠烂打有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你也要去 看这个人的性格 如果他属于是那种 就是没有主见的人 那这样的人的话 你就可以去对他死缠烂打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死缠烂打 他觉得来了也就来了 他也就顺其自然的 但是有一些特别是像 那个天蝎座 处女座 这种星座的 你对他死缠烂打 是万万不可以的 因为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越是缠着他 他越是讨厌你 那可是如果你不缠着的话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呀 那就 来追我呀 大家好 威娃现在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大家喜欢威娃这一款的 可以赶快行动起来 他这个人呢 爱好非常多 他喜欢 对呀 男生啊 女生啊 哈斯奇啊 萨蒙也啊 拉布拉多啊 还有秋田犬 他最喜欢的是秋田犬 对 中拳八宫 太惨了 继续 好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在最后呢 一定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记得有付出就有收获 是的 你想想 像臭角西这样的生化武器 就能够追得上古天乐这样的型男帅哥 虽然已经变成了前任 那个古天乐现在已经醒悟出来了 但是也是曾经都有过对不对 反正哦 古天乐是很帅的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相信大家一定能够顺利的 但是第一件事 你要找到自己的男神是谁啊 你说你的男神是张尼玛 那也有点档子太低了 对不对 你说你的男神是Viva 哇你好有品味啊 真有本事 可以尝试一下 出去 大家醒一醒啊 滚出 他的话听一听就罢了 不要太当真啊 好吧 那节目的最后呢 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PING的 Just give me a reason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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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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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